BIG BIG SHIRT的朋友, 你們好 我是肥仔師傅 我今天介紹的這個菜是三缸焗飯 蝦缸、鴨魚缸、肚有缸 很多時候, 家裡吃剩下的飯 怎樣處理呢? 就是用我這個大澳人的方法 我們今天的材料呢 隔夜飯 大澳的蝦缸、鴨魚仔 還有大澳的土油 首先, 我們把蝦缸 鴨魚缸、土油 用熱水浸一浸 現在很多時候, 食材說 用熱水會走味 其實是會的 但是, 食材曬乾的過程 有時候是比較髒 所以, 用熱水浸一浸就好一點 我們這一邊的箱 就把隔夜飯 準備一張荷葉 一個小籠 把飯撥下來 隔夜飯就可以了 先把飯弄鬆 現在把隔夜飯弄出來 中間有條骨 撥開 就切絲了 那些魷魚鬚, 再切絲 然後, 把渣出 把魷魚鬚放上來 拿水 爽了嗎 好, 然後放進去 加少許的鹽 讓它有些味 但又不用太多 有些鹽分 它蒸起來就爽了 拌勻 有一個小技巧 一定要加麻油 為什麼呢 因為它加完油 雖然是蝦乾 蒸 魷魚乾 它有油分 吃起來會比較香 而且, 一定要加油一起蒸 如果沒有油蒸 就只覺得它硬滑滑滑滑的味 如果加起來, 它的層次感 就像靈魂一樣 混在一起 就放到飯裡 然後就準備蒸爐 翻火 將荷葉翻過來 然後就這樣蒸 包好荷葉後,大約蒸10分鐘左右就完成了 雪時遲,那時快,還是雪時快,那時遲 那飯又可以了 現在給你看看 一炆開荷葉後,那些鴻魚乾、蝦乾的味道 封上去,加點蔥花,加點醬油 糟了,這個三缸的荷葉飯搞定了